大家好,這裡是MOGI 今天呢要來玩一款探索劇情像的一款RPG 叫做媽媽你愛戴,是好想去見媽媽 那這款遊戲呢,時間大約30分鐘到2個小時 結局有3加1個,總共4個 那全部要回收的話大概就是要2個小時 那不知道它是怎麼樣的遊戲 那我們就直接來玩玩看吧 媽媽 你在哪裡 No,機器人嗎 不是媽媽 這裡是哪裡 跟我說 欸 蟲蟲 沒辦法了 去找媽媽吧 啊 這樣就直接開始啊 問號問號 可以存到嗎 好像不行 可以調查嗎 不行 哎呦,總感覺有人去看著我 哦 原來他是記憶的 可以記憶的 他只能記3個 不會吧 其實他不能跑步欸 其實不能跑步 因為我用手把玩 說起來喔 我的手去哪裡了呢 對,然後沒有手 不 不 太快了 想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 好像從這裡可以出去外面 但是要怎麼辦呢 走啊 直接走看看 絕對是坐實的節奏 都還沒探索到就要出去了 哎唷 回想起啦 跟過過路是 啊,就死了 這應該不是賺結局吧 應該就只是一個死亡的 藥術 這裡面會有我的手嗎 先虐過他 啊,壞了直接裂過他 啊,因為他可能沒有手 所以得慢慢走 我說眼球先生 你不能出去 你欺負我 好啦,就這樣 沒有 任何特別的對話 那怎麼辦 這裡就這麼大 不是說呢 對啊,我沒有手也沒辦法找 對啊,我沒有手也沒辦法找 不曉得這樣有沒有查 因為這裡好像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探索 哎唷了,我好想見到媽媽 要去哪裡找她比較好呢 不曉得如何嗎 不曉得如何嗎 不曉得如何 就想見到媽媽嗎 是的 那邊 請小心前置 前置是什麼 是你們的敵人 啊,什麼意思 雖然不明白 但我會小心的 前置 這是什麼獵奇的遊戲啊 哦,可以過來了 哦,別去那裡 前置說不定還在喔 你是 你誰啊 終於醒了嗎 你哥哥假設醒了 說好了 你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是從外面來的種子 雖然我是個很費彩的種子呢 過不了兩天就會消失了 既然有像我這樣快說話的 也有連對話都說不到的 這算是說話 也有一些主張自己特別的笨蛋 啊,原來是費彩 呃,費彩是什麼意思啊 哎呀,你不知道嗎 你自己不也是類似的存在嗎 是這樣嗎 我不懂啊,對不起 我現在必須要去見媽媽 是嗎,那就有了 呃,這紅洞洞 啊,存檔點不就只有一開始吧 增加一個結局 我又很怕說 呃,我選到什麼奇怪的 奇怪的那個 選項 又回不去了 而且他又不能跑步 那裡有個嘴巴 這是什麼洞洞 那嘴巴不會理我 欸,那誰啊 長得跟我很像 欸,這裡也有個存檔點 這隻技師賣貼心 這個是沒有酒欸 這是誰呢 怎麼辦 開始睡覺嗎 快點醒來 真厲害 完全碎死了 快醒來,快醒來 那起來了 真是毫無顧忌的救醒方式 你是 我是你的雙胞胎哥哥 你還是男生 你終於也醒來了 是哥哥嗎 其實叫人 是哥哥才對吧 你也是睡到剛剛才醒來的吧 不說這些了 你也被前置奪走手臂了嗎 沒想到我們兩個 一樣都被奪走了身體部位啊 真不愧是雙胞胎 鉗子是什麼東西 鉗子有時候會過來 把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只可以扯斷帶走 為什麼 使得到我也沒有了解這麼多 如果聽到很大的聲音 就要小心了 聽到聲音之後 你會變得很想睡覺 醒來 回過身後 身體的某個部位 就會被扯斷 一點一點的 一點一點的 被扯得亂七八糟 最後就這樣融解而死 我不要 我要去見媽媽 啊 這樣啊 但是我們現在身上 缺懂缺熄的 我只有一隻眼睛 沒有雙腳 也沒有大腦和雙手 那我該怎麼辦才好呢 嗯 比起手還是先找一下大腦吧 大腦是什麼呢 怎麼說明呢 那就是頭啊 頭 頭 我有啊 你解力 低到這種程度嗎 就是現在的你 能見到媽媽 也只會給她添麻煩的 所以一開始 需要大腦 已經長相 媽媽總是更希望聰明的 呃 老得聰明的孩子 如果想見到媽媽的話 就優先找到頭吧 啊 啊 是叫做頭和大腦嗎 我聽不太懂 嗯 嗯 感覺長途漫漫啊 帥了 慢慢來吧 首先從這裡出去 首先從這裡出去後 可以馬上聽到媽媽的聲音 現在的話 也許 能聽到什麼 所以 行行聽看 再回來吧 好 指那張嘴吧 就因為你的存在才會變那樣的討厭 是嗎 我 啊 她不要生女生 嗯 我現在聽不懂 是指媽媽討厭女孩子嗎 媽媽 等等我 啊 所以 所以 突然有想法 所以我們是 呃 就是類似那種 卵子 的存在嗎 如果我們 像媽媽她剛剛 很像就是她說她不要生小孩 那所謂的錢子 就是因為她要把小孩拿出來 呃 所以說 才用錢子 呃 把我們一點一滴的夾出來 因為她不想生小孩 這樣解釋應該通吧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像金子啊 喔 錢姐有來 她一直來回 找你們 要小心啊 因為錢姐的目標 是你們受精卵呢 對對我們是卵子 我是女孩子沒有錯 媽媽不想生女孩子 可是 我們是雙胞胎耶 哥哥也被夾成那樣 點點點 那那我要回去找哥哥嗎 哥哥救命喔 哥哥救命喔 怎麼樣 有好好地聽到嗎 嗯 好好地聽完了 媽媽說她討厭女孩子 既然如此 說因為男孩子的我要去幫幫她 是嗎 所以我 到底是男的女 可不清楚啊 不要忘記你剛才的想法喔 接下來該怎麼做呢 光仔在這裡是不行的 到處走一走 尋找你的道路吧 我知道了 你真的懂嗎 真不放心啊 算了 加油吧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不用客氣 儘管來問我 你是來問怎麼辦嗎 沒有 我先自己順順逛逛逛 性別 為什麼媽媽討厭女孩子呢 所以 所以我可能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 因為我還沒成型嘛 還沒成型 所以我還不確定是男生還是女生 是不是 那我們必須要去 想不好變成男生嗎 這樣子有點不行啊 那個叫做 重男輕女 他們在罵我 我知道 你們都是種子先生對吧 他們都是被選上的種子 擁有和暖見面全力的優秀種子 哇 你用了很尖聲的詞語呢 總之你們就是種子先生吧 請多指教 天啊 我不會被這樣嫌棄的 你應該怎麼這麼的 我懷了第一 沒什麼 實感 因為我沒有 怎樣 就是懷了這個孩子 嗯 甚至還想要逃避吧 你別跑啊 跨山不能問好不好 走開走開 走開走開 走開一直黏著我 所以我是缺憲品 令人失望的孩子 呃 惡孩 的時候 我想什麼 可 什麼 不容易 總之我拼命的 只要讓周圍的人 怎麼樣 對 聽不懂 我這樣一直走過來不會危險嗎 這應該死掉了 既然說話了 我有東西想交給你 但是在這之前請過我熱水 我想要暖呼呼的熱水 如果我給他加上暖呼呼的熱水的話 他真的能活過來嗎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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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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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裝 有東西存在水裡QQ彈彈的 我撿得起來 是我這樣子有弄到嗎 有點噁心啊 這個中子先生 因為他含著東西所以講話不太清楚 好那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撿這個東西 我乾脆去找哥哥好了 因為我現在不曉得要該怎麼辦 走開走開 他一直黏著我耶 他們是討厭我說我是一個 有確信的孩子 我要去找哥哥還是要去找 眼睛先生 果然眼睛先生他是不會理我的 找哥哥吧 哥哥哥哥 這個能做什麼呢 啊總之你先把那個放下吧 然後呢我想用這個像水質般的玩意兒 能種個裝水的東西出來 蛤為什麼 這邊有一個種子 種子先生 他說想要溫熱的水 不能用這個東西做出來嗎 啊 在那之前如果沒能裝水的東西就不行了 我來把這個綁在東西上 然後掛在你的脖子 就算是你也拿著去裝水了吧 那哪裡會有東西呢 你之前睡覺的那個房裡可能會有什麼東西 去問一下那個眼球混蛋吧 我知道了 我去問問眼球先生 果然要先來問過 果然要先來問過 因為這樣的話 什麼聲音 錢交來了 變暗了 看不清楚 我剛剛應該要存到 啊 比起這個 那個我得先去找眼球先生 那你有什麼東西 我想 可是我不能跑啊 我不能跑啊 奇怪 Q彈的東西好像有用 又好像沒有用 還是說他剛剛在那個 嗯 緊急的時候 他可以跑 我確定一下 我按一下 用一下鍵盤 欸 不然我動一下 我去看一下他的說明好不好 因為我用手把 看一下確定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能跑 跑步 沒有欸 他沒有說 可以跑步的部分 好吧 那那那 我底下要先存檔再說啦 OK 他好像是 但是 不曉得是 故意的還是怎樣 就是你一定要回頭 回頭之後他就不會衝這麼快了 那我想說我直接走回來 還好 我說 那邊有個 辣椒火 這是什麼 那個椒火 就是鉗子 那就是鉗子 怎麼回事 我 好想睡 照顧了 我也 哇 喂 起來了 已經早上了 照安 鉗子好像已經消失了 還是後進不來這裡 也許是因為他的目標 不是只有我們而已 那麼 也就是說 如果鉗子出現的話 只要躲到這裡就行了 雖然不是很確定 我們完全不知道 鉗子會在何時何地出現 我知道了 那我也 我也躲在這裡就好了 蛤 我在這裡的話 可見不到媽媽喔 而且現在的你 你和媽媽見面都很困難 是嗎 那我出發了 好 那我們可以繼續沉浸了吧 因為我剛剛本來想要躲到這裡啦 可是有點困難 我本來想說還是往回頭走 去找一下野球先生吧 野球先生 我有事情想問你 我想要可以用來裝飾的東西 你有嗎 為什麼 我想幫助別人 雖然不知道他是不是人 你為了幫助別人 需要勇氣是嗎 我明白了 這是 雖然是熱飾頭 這可以嗎 啊 只要在裝飾就沒有問題 你有點可愛 討厭欸 別一直黏著我 欸 媽媽會有別的對話嗎 我算不會 好吧 來 進去裝飾 這趟路有點遠 說遠不遠啊 說近不近 也是有點辛苦 從這裡流出來的水好溫暖 不是可以裝 不能裝 還是我要跟那個 先聊聊 不然他就不理我 可以啊 先給我熱水 是不是要先找哥哥 我覺得應該是要先找哥哥 因為我現在沒有手 我也沒辦法裝 走開 走錯了 哇 一趟好遠直住啊 哥哥 哥哥我拿來了 這樣就可以了嗎 好 很好 這樣就準備充分了 那麼開始直住吧 完成了 好厲害 這樣就有點搬雨水了 謝謝哥哥 我只是綁起來而已 那麼你去吧 哦就這樣啊 總可以去了 如果有什麼話 可以跟我聊聊嗎 不是 謝謝 那 我們這次總算可以順利的裝水了吧 沈水龍器有這個 其實沒有小手也能沈睡了 走開啊 好討厭 誒 等到我的路了 不知道他會給我什麼東西 欸 趕快到時候可以進去 那個被封起來的門 喔 就中了水吧 那去給那位種子寫生吧 先存檔啊 很怕有什麼意外發生 所以要多多存檔 澆水了 哇火鍋來了 送金卵謝謝你了 你問我為什麼我在這裡乾扁扁的嗎 我什麼都沒說啊 其實啊就是在旁邊那個房間裡 有一個 有一位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朋友 他為了逃離鉗子 而躲到了那裡 為了不讓鉗子進去 我在一步 門口步上了一層魔 哇 原來是你做的 是的 他跟我聊得來 為了我所生無盡的壽命 他為我帶來了很多笑容 但是他也已經變得傷痕累累 最終落得溶解的命運 其實此刻他一定 溶解 是的 儘管如此 至少在臨終前 不想在他的身邊迎接死亡 而且 我跟他約好了 要給你 他的大腦 說起來好像有 哥哥好像有說過 大腦什麼之類的 嗯 必須在他溶解之前 把大腦移植給你才行 我知道了 把他撞破 那你就會打開嗎 欸 真的打開了 一直說些任性的要求 真的很對不起 你可以送我到那個房間裡嗎 老實說 光是說話 就已經拼盡全力了 躺在床上的 啊 躺在床上的 好理問就是他 喔唷 你一直獨自 待在這裡吧 已經只剩下腦袋了呢 不過別擔心 因為我已經來了 按照約定 我把他的大腦給你 為了應對這種時候 我現在學習了移植的方法 因為他是你的姐姐 所以移植應該不會太困難 我的姐姐 連我的份一起活下去吧 喔 就這樣一直 姐姐 我 我會連姐姐的份 一直活下去的 懷第三個孩子時 真的很辛苦 哇 所以是第三個啊 肚子痛得很厲害 難以控制底下兔 快點 快點 我想快點剁掉 我受不了了 沒有辦法向快第一個 他第二個是那麼順利 是因為 我第一次去了醫院 所以他第一個 第二個有生出來 那第三個想要剁掉 應該是這樣吧 那我現在要去找哥哥嗎 我現在有個大腦 我應該是去方面 應該會比較 正常一些 我這樣不會像 好像聽了什麼都 不同的樣子了吧 先穿個大 那麼 你差不多已經拿到 大姐的大腦吧 嘿 你知道了 那你是知道 誰叫我去的嗎 算是吧 我在裡面的房間 醒來的時候 最新見到的就是大姐 不知為何 她也知道 你沒有大腦這件事 因為還多次 我見到她的時候 她還能說話 你見到她的時候 如何呢 你和大姐說過話了嗎 嗯 只說了一點點 是嗎 不過即使我跟她說過話 也全都是戀愛方面的事呢 要是為什麼的話 因為她有喜歡的種子先生 我是完全不能理解呢 原來姐姐也喜歡種子先生啊 啊 雖然不是很清楚 但你經歷了不少冒險 不管怎麼說 大腦就算是已經到手了 感覺怎麼樣 嗯 現在感覺很微妙呢 是嗎 也是 剛開始 也是沒辦法的 那麼 就帶著那微妙的大腦 再去四處探索一遍怎麼樣 之前聽不懂的話 現在應該就聽懂了 嗯 是的也是 我再去探索一次吧 OK 那那些話可能就會聽得懂了 好啦 那我想說呢 今天的實況 就先玩到這裡啦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 後面的冒險 好 我們先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見 大家 掰掰